晚上好 我的头都爆炸了 烦死了 小狼还在这舔毛呢 我快累死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洗毛像我一样累 它现在很香 它还在那舔呢 给你们看 你咋样 就是你 小笨蛋 嘴里都是你的毛了吧 为什么跟你们说太好笑了 是真的 让人令人无语 就是 我不是去接小狼了吗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吗 接小狼去 然后我太冷了 我穿的又少 好吧 我穿这样确实有点少 穿了那个红色 那个外套 然后 很冷 然后让我去买鸭货 我就去买 买了之后又有点重 我就拎着那个鸭货 去找小狼 接他回来 然后我一看 人家把他拿出来说 说他没有完全干呢 说他那个 因为他老躲 躲起来你知道吧 然后 鸭货啊 就是 鸭脖 鸭举 鸭 鸭的东西 鸭尺什么的 我就去了 去买完之后回来嘛 敲口红 去接他 人家说还要十分钟 因为他拿出来之后 人家把他拿出来之后 发现他没有完全干 说还要十分钟 把他放进大笼子里 那个风太大了 我偷偷给调小了一点 因为我小狼感觉 他一直脸都挤在那 不想逃出去 调小了之后 又吹了十多分钟之后 人家把他拿出来说 他还是不干 因为他老是躲那个风 他一直缩在那坨坨 他的有一半身子都没吹到风 然后 我说那我抱着他 吹吧 然后我就靠着墙 这样子抱着他 因为他在吹那个吹风机的时候 人家说他有点应激 他有点 我因为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他可能就叫了一下 他不喜欢吹风机吹 我说那我抱着他吧 我这样子抱着他 人家 吹我俩 你能懂吗 我的天哪 我那衣服上 就我那红衣服上 我的脸上 我头发上 全部都是他的毛 就这样子 这样子吹完之后 他说前面 我这样子抱前面 这边 然后这边 我俩 我就这样靠着墙 然后一起吹我俩 吹了好久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穿着那个衣服 就是抱着他 他就不害怕了 可能那衣服软糊 我都要哭了 你们该说我炸鞭 我现在就要哭了 就是呀 然后我刚给你们 发完太好笑了 那个人就问我 你要不要去洗一下衣服 我说行 我就去了 人家就说给我洗衣服 其实根本不是洗 人家是吹 那上面猫也没有吹掉 然后 干我干嘛 干我干嘛 这是什么歌 小鸡 小鸡小鸡 不定 我挺黑猫警长 然后 我就打车 我就打车 我打车 我打车人家到了 我就赶快拎着他跑了 男人家如果了 男人家在车 他就带着我 衣服 她就带着我 你带着我 她就带着我 我爱你带着我 我爱你带着我 他在沉了 我就 带着他 人家说要把他放后备箱 我说 我不敢给他放后备箱 我怕他不习惯 我说能不能放我腿上 然后我就跟司机聊了一路 说现在的小猫什么什么的 他开始跟我讲 大家孩子要养小猫小狗 他不给养 然后我就跟他聊 聊完之后 我就 我就 我就带着小狼 跑着跑了一路 因为在沉了 我就带着他上天地 然后 我带着 我带开口那天说 你们说我诈骗 他 我就 私 靠近一点点 感到没有想说出你所有感觉 让我从前面再见 你尽管在只有自己的世界 温暖太阳为你解决 哦哦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 我爱我的声音不能继续 咳咳咳 小狼呢 我都不好看了 小狼呢她没事了 我其实 我也没有真的 要怪他们 我只是 突然生气了 你们别 我就哭一下就没了 我的鼻链太多了 我就被她抓了 因为她刚 从车 从 因为给她 因为给她 那个 抱下来的时候 她有点害怕嘛 就抓了一下 不过没事 不过没事 一会就好 这也不算严重 我记得她刚到那天 她洗澡 给我妹也抓了一下 我妹也还去打了 我妹也还去打了狂犬一样 小狼其实这块也受伤了 她可能打架 被抓了一下 我不打 这点有什么要打 小孙 我妹也有什么要打 我妹也会是 一个人 我妹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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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1 2 3 4 5 好好好 他今天老是这么叫 他对小狼也凶凶 你怎么回事 你可不能凶他知道没 谢谢最爱小包 再加个利 难保他不记仇 眼睛红了马上就不红了 一会就好了 转一下 往左转 我也感觉他记性不太好 但是他记得我 他就一直在我床上睡觉 我都怕我把我们小狼给吓到了 还好他刚刚回来的时候 就躺在那儿舔毛 我感觉他没有吓到 小小飞也没有吓到 他饿死了 你看我头发被吹的 我一会就下播去 把吃的拿给他们 我一会就下播去把吃的拿给他们 我一会就下播去把吃的拿给他们 因为我今天太困了 你怎么又凶他 我今天困了不行 就一直不舒服 然后就很累 你敢都别说我我就生气 我现在不困了 突然间脑特别清醒 我一会把吃的拿给他们 本来上次哥说等我回来了 他让我告诉他的 我都没告诉他 一会告诉他 哎呀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因为没有皮筋了 我本来是一个半扎的 本来是个半扎 然后没皮筋了 就拿了这种皮筋 扎到下面头发 哎呀我这两层毛也是 怎么都收不上去 痛到还好 也没有很痛了 这个头发的长度 还打结的话 真是没救了 所以我现在有救 他没有这么打结 如果碎块比较多 容易打 就是容易炸毛而已 气人惊 你这个长度头发就会打结 太好笑 我越想起一件事 小狼给他洗完澡之后 要给他喷喷雾 但是他从来没怎么喷过喷雾 他老躲 人家都说 人家说哎 这个好贵的呢 希望他不要再躲了 来了 哎呀 小碎也是 今天咋回事 他看来 他只能 当他们两个的 小老大了 他自以为的小老大了 把我粉都给我擦完了 就你们 好吧 也不是你们 现在已经不是你们了 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已经忘记这样的事情了 我不记仇 已经忘了 你们说谢谢 但其实根本不是 你们是不是 谢谢他们有黑白的黄瓜 应该是我应该平时是美女落泪的 对你们让我 让我 用这种方式 这是不一样的 刚碰到他们 碰到小庆他们 他说怎么穿这么喜庆 我说那可不是 谢谢奶茶的桃花风铃 我这起了个痘痘 在这 好痛 他 起 就是好像一回到中心 这里就起痘痘 不知道为什么 还起在拳骨上 真的很讨厌 显到我这里 从没有见过美女落泪 那我下次给你落泪一个 今天不是美女落泪 今天整不了那出 太难了 控制不住的 行了 过来 等我下次心情好的时候 给你搞一个 几点 哎呀 就都九点四十二 这一天过这么快 不过还好 也是干过事情 我今天本来跟他们说 让他们跟我一起去上课 他们不去说 今天元宵节外面人肯定很多 所以不跟我一起去 然后就 就送他们去洗澡了 嗯 不要问我怎么哭了 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已经不记得了 没有 今天没有去上课 今天是别的事情 今天是工作的事情 我试了拍了一下 就是我们屋子 哎我现在明天拍吧 明天拍 今天其实也拍了 就有点 就是我手机快没练了 然后又要去送小狼了 然后我就随便 着急忙碌拍了一下 怎么说呢 嗯 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光线不太好 谢谢三个波 先一直咳 我就到五十的时候就关了 这些碎片解离的桃花风铃 可能今天穿带少了 因为我本来今天想多穿那样的 嗯 没有想好穿什么 就穿了这个 本来还是光腿呢 我只是怕冷 所以就换成了校服裤子 小狼 给小狼留点偶像包袱 你们也看不清楚他在干嘛呀 嗯 这是什么 哦 一个标标 看这个 就是 我之前不是带这个脸上的东西吗 你们猜这是啥 但是那个银色的会好看一点 这个金色的比较普通 其实它不是项链 哎呦 怎么还缠在一次 哎 我之前都给它贴在我的鼻子上的 可是它贴不住 看来它只能唱歌用 跳舞用不了 因为我记得我跳一体同心的时候 也用过这个链子 可能当时贴的胶多吗 我不记得了 为什么之前就可以固定住 先固定不住 就是睫毛脚 它本来是 戴眼镜上的 挂眼镜的那个什么 这样子的 眼镜的脸子 我只是把它给当成 可以在这里 我知道了 我下回一定可以战胜这个 它其实是这样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在上面 两个在下面 是这样子的 但是吧 它老是这样勾到我的睫毛上 就挂在这 然后我在镜头里看起来就这样 我就想 啊 救命啊 我的视线被盗上了 都用不了这个了 这也蛮帅的 是吗 哎我知道了 让我去卖那个 卖睫毛膏 就是你看 卖睫毛膏挂在这 哈哈 不敢挂了 难受 就业新出路了 去 哎 那我看看啊 看一下我的妆 啊 刚好可以卖这个睫毛膏 就说 大哭也不 也不花 大哭也不花 大哭也不花 是什么睫毛膏 呃 嗯 叫什么来着 红色的反射 卖它个100分 100分有点少吧 我也不知道 它防不防水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个睫毛防不防水 这个眼线一看 水啊 你看 掉了啊 眼线没有 睫毛膏防水啊 刚为了带货 大哭一场 嗯 现在有对比了哎 不过也还算 可以的了 你看 虽然它掉了 但是它却没有花在 你的眼睛上 就算它花了 它也可以给你 让你的眼睛更深邃一些 让它 它蕴染到你的下眼线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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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隐形眼镜 不推荐大家 这哭完之后 略干 干地狠 看了这不行 下次换一副哭 不去 要去也是最后再去 这可是日刨 要让它物尽其用 发挥 发挥它最后一刻的使命 50了 好我溜了 别别 明天要拍生喜 哎 我这个发型 我还没想好怎么搞 别别 晚安 今晚点 不见了 我还没想好 我还没想好 你打的 你打的 你打的